今天塔来了 首长 我做一个鸡蛋汤老式的 老式鸡蛋汤 对 好嘞 今天塔来了吗 塔来了 来了 这位来了 今天来了 今天来了 等会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 老式鸡蛋汤 大家好好看 首先放油 花生油 葱姜 没不了葱姜煸锅 葱姜煸锅 放点肉末 放点肉末 好呀 老式鸡蛋汤里边的肉 里边的肉末 里边的肉末 我特别喜欢听主长讲话 讲话非常 就是非常治愈 非常解压 今天高桃没有了 咱放矿泉水 放矿泉水 好的 今天咱不放生抽 也不放老抽 咱就用这个 味达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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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汤 对 这个必须 半勺醋就可以 半勺 半勺不要一勺太酸 一勺太酸 如果湿润的话 可以多湿润 对 根据个人的酸度来 要自己在家打的话 要喜欢这个酸一点就多放一点 这个就是量力而行 那也是必须拼起来 对 然后勾芡 勾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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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芡不用太浓了 太浓了它糊嘴 太浓糊嘴 放下锅 放两个鸡蛋 放在碗中 放在碗中 我仔细一看这个手上还挺帅的 咱用勺子抽 不用筷子了 对 用勺子 好 完成 大鸡蛋 倒入 均匀的炸在锅中 咱放碗里还是放盆的 放碗里 好 出锅 出锅 老式鸡蛋汤 好 放点香油 我最喜欢香油了 好 放点香菜 放点香菜 对 鸡蛋老式鸡蛋汤 也够完 太好了 谢谢厨师 好 也可以 谢谢 谢谢 鸡蛋汤 鸡蛋汤